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谓是几百家之长 在这条街道上可以体验到成都生活的精华所在 行李街道的全长仅有550米 却充分的体现了成都的内涵 生活在这条街道的人们 日子过得非常的舒适安心 街上云集了美食和美女 前来无事的时候可以一边吃着火锅 一边欣赏便脸和戏曲 清晨的街上随处可见提着鸟笼遛鸟的人 这条街浓缩了成都人生活 在这条古街上会定期举行传统的结婚典礼 民族乐器以及戏曲表演等民族节目 还会在我国的传统节日上 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 当午节时会举行吃粽子比赛 休息时则会举办情人节主题的活动 因此每到传统节日 景里的游客数量暴增 为了让景里街道的布局严格有序 所以该街道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修建 在2004年时才对外开放 因为景里属于武侯祠 所以会有拜武侯祠游景里的说法 因此去成都的游客 大多会去景里古街逛逛 小伙伴们想去景里走一走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开爱猛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哦